大家好 今天是1月25日 星期四 大家可能心目中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市是結了頂 還是一個正常的調整 我自己也是那句 一直都說33,000 是今年 或者是第一季的高位 這一點就不會改變 當然筆水的影響力很大 這是真的 而且A股的影響也不小 所以如果A股加筆水 你可以說下一段時間 還有很大的流入 或者做好 港股要破33,000 甚至乎再上的機會是大 但是今天就出現了一個比較明顯的逆轉的情況 首先說A股 A股是跌的 還有一個現象 大家也可以細心地想 或者甚至乎可以留意一下 A股的成交量的變化 因為在今天的時間 甚至乎這一段時間 A股的成交量 沒有一點變過 好像以今天為例 但是A股的互心加起來 即是上宗子 以及深城子 加起來 那個成交量 都是5,000多億 所以 如果真的 如果你是二分禁銀的成交量 不是一個 好的情況 其實這陣子也是 以往 我可能當時還沒有拍片 但是在不同的節目裡 我都說 A股是一個很趕投資氣氛 一個人的市場 你分好的話 你的市場不會差 跌也不怕 但是相反 如果你的市況 即是氣氛是弱的時間 你升市也是不可信的 其實這一段時間 就出現了剛剛所說 好像不太相信的現象 因為真的 你看一下 A股的交投只有4-5,000多億 其實真的很少 所以 如果它的成交量 真的不會再 撐上去的話 A股的升也好 大家也不要太相信 這一點 這也有些經驗之談 而北水方面 在那幾天的時間 其實開始看到 跡象是慢慢縮 昨天 你看到 上宗的護港通是縮的 但是深圳那邊 是多了 今天的情況就是 上海那邊 好一點 淨流是多了 但是相反 深圳那邊 即是深港通那邊 其實只不過是輕輕 淨碼的量 是輕輕的多了 似乎 北水那邊 都真的開始有些 可能入市的步伐力更加慢了 以及剛剛在 早前看回南下資金 那些部署 你會看到 很多內銀股 之前不是說 好像有大手買入 今天來算 見到建行 工商這些 都還是有這個現象 但其他股份 全部都不是的 還有騰訊 今天的沽壓 看回深圳也好 上海也好 都是沽比較多的 所以 如果你看到這個現象 開始有些逆轉的話 市短期 你說是不是有些 見到頂的感覺 我覺得是有的 所以 大家都可能真的要 做一些風險上的管理 騰訊 我沒有減持 騰訊 我依然是拿著貨 這就不會變 因為 可以說是我的核心持股 還有 其實我今天開始 已經深思思 有沒有說 再加注 但是 這一轉 反而 因為 我也跟自己 說一件事 現在33,000點 如果假設 我真的覺得市是差不多 的話 應該真的不要說 怎麼加貨 是我的想法 但是 為什麼說 有些股份 像石油這些 或者新宿網這些 又不怕呢 因為最主要 他們的前景是OK的 還有現在這些價錢 你說是不是很貴 他們不是 而且又不是 指數權重股 所以 因為經歷過上一次 你說牛熊症 那一次 就是騰訊大跌之後 這件事 有些戒心 可能等等 才再進行騰訊 會比較好 但是 相反 新宿網 我現在開始 我也是想過 開始吸納 還有 現在 反而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是減持了 某些股份 是哪一些呢 就是當日IPO回來的 雷舍 以及 這些 其實那些賤比不大 但是 只不過是 開始做這些 調配 都要開始做定 因為 有時候 你說調配 但是 你不做 你拿不起來 心肝去做這些 所以今天也有些 減少了這些貨 可能先把資金回來 又或者 轉頭 進入煤氣 當作自己 儲存錢 和避險 先說一些大事 恆子 剛剛提及到 3萬3 我覺得 差不多 但是 你會說 升穿都 也不意外 但是 好像之前跟大家分享 這樣算 拳重股 甚至那些強勢的股份 拿著去 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跌也不怕 因為跌就真的 可能是一個 叫做加注的機會 但是相反 那些 差的那些 就當真是 撿撿過 這樣做法 但是 現在這一段的時間 想說 入市 可能你說 趁市調的時候 有哪些板費 有哪些股份 你還可以買 其實真的不多 但是 你真的要找一些 來選擇 那些來買的話 可能 剩下的 可能是長和 長和 始終因為 之前的時間 是慢了 之前的時間 指導的業務 可能大家都看法 比較審慎 但是這一段時間 你想想 英鎊的匯價升 歐元的匯價升 這個情況 和大家當年 比較擔心 英鎊 即英國脫歐 以及歐元 藥這個因素 其實是相反的 而且 你看看長和本身 它又拿著 黑色基油田 所以 如果你看看這個局勢 其實也不怕 我覺得 假設美金還會再弱下去 其實是不怕的 還有一個因素 很有趣的 今天的大市匯 有個因素 我自己想想 可能就是 內地方面也開始有消息 就是說 開始說 資金 進市 可能有些 多了 這些言論 我覺得是有啟示性 而且 我剛才 Saila說了 我找回當年 2007年 2015年 即大時代和金融海嘯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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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 當時的市況 一些資料 其實看完之後 你會發覺到 很多時候 一些 叫做 即廣告的震盪 回調 或多或少 就和當年 當時的時間 我們的政策 有關係 今次 如果你以回 當我完全沒有政策的話 不需要持續 你 其實市場 真的很難聽 你是不會死的 因為北水 撐著 南丑 但突然間 有一刻 北水 是停了 甚至乎 叫做 斑枝回潮 影響力很大 所以這一下 其實 這些情況 你很難遇 永遠都是 事後恐明 例如當年的 自由行 當年的 直通車 或者是 一年大時代 之後的時間 你才發現 那一刻 政策的影響力很大 但現在 大家是感受不到 所以 怎樣也好 好像剛剛提到的 那句 拿了一些權重 很好的股份 防守性 是比較高 但相反 一旦退潮 就真的知道 到時誰有沒有實力 還有就是 大家怎樣也好 現在開始做一些 風險的管理 會比較好 雖然我也不肯定 現在的事件是頂尾 但怎樣也好 自己做一些 防禦措施 也是OK的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問題 都可以留言給我 還有星期六的講座 我是分兩部份 昨天我和大家有分享過 如果大家想知道 有什麼個別的股份 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都可以預先準備一下 當然是一些 比較奇怪的股份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